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嘿 大家好 欢迎回到Axt 我们刚刚看到了两个片段 来自于曾经风靡一时的两部经典的科幻电影 一部是1999年的黑客帝国 一部是2009年的阿凡达 而我们现在似乎正在将这两部电影变为现实 俄罗斯的亿万富翁德米特里·尼茨科夫 在2011年成立了一个组织 名叫2045倡议 该组织发布了一个阿凡达项目的里程碑 他们的目标是在2045年 能够创造出一种类似于阿凡达一样的人造身体 并将个人的意识和思想转移到这个人造身体上 从而实现一个全新的人类 他具有更广泛的能力 并且能承受各种极端的外部条件 比如说高温辐射等等 同时更重要的是能够永生 为什么这样就可以永生呢 因为对于人来说 只要意识和记忆还在 那么就可以说这个人还活着 肉体其实并不是必要的 因此当把我们的意识和记忆 完全的复制粘贴一份 到一个新的人造身体上 并且我们的思想呢 也可以一样控制这个人造身体 来完成各种动作 那么即使我们的肉体完全消亡了 我们也还是在活着 2045年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很熟悉的年份 在YouTube上能搜出很多关于2045年的故事 但是接下来呢 我并不是要讲科技奇异点 也不是为一众大神和未来人的预言代言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半机械人 甚至机械人是我们最终的样子 那么我们目前已经走了多远 而那一天到底是我们人类的终极进化呢 还是末日呢 在2018年 一位名叫克里斯·米德尔顿的机器人专家 预计最早在2070年 我们的整个身体将被机器人固件所替代 在米德尔顿提出预测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之后 微软公司的前任专家声称 人类在未来的20年之内将拥有第二个机器人本体 微软公司的高管 波拉德·史密斯和哈里·舒米 表示机器人将了解关于你的一切 以及你的数字化意识的延伸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从现在开始 好好锻炼身体 抛开一切的繁星室 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只需要再等20到25年 我们就永生了呢 那么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 技术上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达到很成熟的状态 第一 假体 也就是人造身体 当然了 这种只能是算最初级的阶段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在电脑 也就是将来存放我们意识的那个电脑 在这个电脑的控制下 进行各种活动的机器人本体 这一方面相对来说要成熟很多 各种机械手工厂的机器人 还有甲织等等 都属于这项技术的范畴 HactX的一个名为 阿凡达X的计划 使您可以控制机器人的手 并在全球的任何地方 感受到机器人的感觉 他们开发了一个和VR相配合的一个触觉手套 可以对机械手进行远程控制 并且能够接受机械手的触觉传感器 闪溃回来的这个信号 比如说当你戴着初线手套在家里 手套可以通过司机的网络 和在办公室的远程的机器人相连 你可以操控这个机器人 剪起来并且握住一个网球 同时你还可以感觉到 这个网球的柔软度 虽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但是这项突破性的系统的潜力 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OpenAI 这家公司就是在我之前的视频中 让AI玩捉迷藏游戏的那家公司 他们已经训练了一对神经网络 可以使机器人的手像人一样 来解决魔法 在神经网络的控制之下 这只灵巧的机械手 即使在有各种干扰的情况下 还仍然能快速地还原魔法 这相对于人类来说其实也是一项简矩的任务 还有就是在2018年 中央电视台加油向未来节目 播出了一位右手安装甲织的女孩 林安璐 她通过意念来控制甲织和钢琴大师 表演钢琴合作的这么一个节目 而意念控制甲织弹奏钢琴 同样也标志着脑机接口技术 像实际应用又卖出了一大 在甲织方面的发展 确实振奋人心 接下来咱们说说第二部分 从大脑读取信息 和向大脑写入信息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将 大脑的记忆和意识 移植到另外一个大脑 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 完全地访问我们的大脑 而读取和写入 就是最基本的功能 就像我们访问一台电脑一样 我们起码得能读出来 这个电脑上成的什么内容 并且还能把一个文件 文档成到电脑里去 所以读写是最基本的一个功能 那读取相对来说呢 它要比写入要简单 因此各家公司 也纷纷在这个领域施展残脚 一家名为Colonel的公司 可以通过头盔 读取你大脑的活动 识别出你正在听的歌曲 而2019年7月 Facebook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发布了有关脑基结果研究的最新进展 让人们只需要通过想象 要说的话 就可以完成打字的动作 他们使用非侵入式的技术 从人类的大脑中 每分钟可以获取100个单词 所谓非侵入式 就是指并不需要给大脑动手术 也不需要给脑袋插管 而是使用一种通过红外光 从外部接收大脑的信号 这么一个头戴设备 来夺取大脑的信息 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侵入式的技术 就是特斯拉的老板 埃隆·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 埃隆·马斯克使用了一个 外号缝纫机的设备 在大脑上打鼓 植入电极芯片 最后呢 他使用一个大家喜闻乐见的 USB-C接口和外接相连 被安装了脑机的老鼠 就是这个样子 据埃隆·马斯克说 一只猴子已经可以通过这个系统 来控制电脑了 他们预计今年开始人体实验 马斯克也希望未来 可以为大众提供脑机接口 不仅仅能够帮助那些 大脑损伤的患者 而是成为人人都可以用的产品 像这个样子 问题是 你会为了不用手去敲键盘 而给导弹安打个洞吗 会得扣一 不会得扣二 以Facebook意念打字更夸张的是 俄罗斯的脑机接口 公司 Neuron Baltics 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 研发的一种全新的脑机接口算法 最近公布一种 它可以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和脑电图 把人类大脑中的图像 实时地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 虽然画面比较模糊 但是90%的图像都能被正确归类 至于将信息写入大脑 目前来看远不如读取大脑信息 发展得有声有色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 它们使用药物破坏了老鼠的记忆 老鼠就不记得哪个开关才能出水 然后它们重放之前记录的信号 这个时候老鼠就恢复了记忆 这说明记忆是可以移植的 只是到目前我并没有看到更多的 有更加有突破性的进展 如果你也有更多的信息 欢迎留言分享 完成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我们最后还需要一个电脑 和我们的大脑一模一样的电脑 用来存放我们的记忆和我们的意识 我们所有的大脑中的信息 换句话说 我们需要重建一个大脑 克隆一个大脑 那这部分目前看起来也比较困难 最接近的报道是来自于2019年 谷歌与霍华德修斯医学研究所 和剑桥大学合作 发布了一项深入研究 果蠅大脑的重磅成功 自动重建整个果蠅的大脑 它们使用数千个谷歌蠅的体系U 重建了完整的果蠅大脑 达到了40万亿的像素 在这么高的分辨率的像素下 重建果蠅大脑的数据量有多大呢 一个立方毫米的脑组织 可以产生1000个TB的数据 1000TB是什么概念 假设我们大家常用的手机的存储量 是128Gb 那么1000个TB就相当于8000个手机的存储量 这可以说是向重建人类的大脑 卖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 那还有多少步呢 数学好的朋友可以简单估算一下 科学家之所以喜欢研究果蠅的大脑 就是因为它的大脑比较小 它只有10万个数经元 而相比之下 人类的大脑有大约1000亿个神经元 虽然一切看起来才刚刚开始 但是计算机技术是以几何技术在向前发展 想一想1995年的计算机是什么样子的吧 我们很有可能在25年之后 实现了以上三个部分的成熟技术 造出了一个完美的人造身体 重建了一个完整的空白的大脑 然后就像一键装机一样 把一个人大脑中的信息全部复制过去 人类就从此可以永生了吗 不一定的 要知道以上所设想的人类的永生 完全是建立在刚中之脑 无法分辨自己 是在头颅中还是刚中的这么一个前提之上 刚中之脑是由哲学家希拉里·伏特南 在理性真理和历史这个书中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 假设一个大脑从人体中取出来 把它放到一个装有营养液的一个缸里面 维持它的生理活性 同时超级计算机通过神经末梢 向大脑传递和原来一样的各种各样的神经电信号 并且对于大脑发出的信号 给予和平时一样的信号反馈 而这样大脑所体验到的世界 其实就是计算机制造的一种模拟的现实 那么这个大脑 它是否能够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虚拟的现实之中呢 因为刚中之脑和头颅中的大脑 接触到的信息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这也是它唯一和环境交流的方式 从大脑的角度来说 应该是无法知道 它自己是在头颅当中还是在刚中 因此这个世间的一切可能都是虚幻的 也因此克隆一个大脑 就能克隆一个人生 从而可以使人类 达到永生 但问题是 以上的推论都是建立在刚中之脑 它无法分辨自己是在头颅中 还是在刚中这么一个前提之上 那么大家想一想 如果刚中之脑 它可以知道自己是在刚中的脑 那也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克隆一个大脑 真的就能完整地克隆一个人 所有的记忆和意识化 以上就是本次分享的内容 希望可以给你带来启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人 谢谢您的观看 那么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并 请不吝点赞并